大家好 欢迎来到谈天说地 在北京时间6月15日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香港战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以3比2逆转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土耳其女排 好取三连胜 并成功晋级今年世界联赛总决赛阶段比赛 这一胜利不仅展现了中国女排的强大实力 也为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 奠定了坚实的信心基础 据悉 在此前的两场比赛中 中国女排以两个3比0的比分 分别击败了保加利亚女排和德国女排 提前锁定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赢下德国女排后 主教练蔡冰表示 队员们在场上展现了拼劲 精气神方面表现良好 季战术也按照赛前的布置进行 国际排联在比赛后 为中国女排颁发了巴黎奥运会吉祥物 象征着中国女排正式进军巴黎奥运会的舞台 队员们纷纷表示 拿到奥运资格是对过去努力的回报 同时也意味着肩负更大的责任和期望 本场比赛回顾跌宕起伏的五局大战 第一局出战失利 比赛一开始 中国女排展现出了强烈的竞争意识 前半程与土耳其队比分紧要 然而 在战至11平后 土耳其队逐渐拉开了比分差距 尽管中国队在局末通过李盈盈的调球偷袭 和龚翔宇的单人拦网连追三分 但最终未能顶住压力 以21比25输掉首局 第二局 再遭挫折 第二局 土耳其女排再次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在中段逐渐拉开比分 蔡兵教练在关键时刻喊出暂停进行调整 但土耳其队凭借流畅的攻势 以25比17 再下一局 此时 中国女排已经处于0比2落后的不利局面 第三局 奋起直追 面对两局落后的困境 中国女排在第三局放手一搏 以3比0开局 迅速打停土耳其队 尽管土耳其队在暂停过后 进攻有所起色 但中国队依靠篮网 进一步扩大分差 最终以25比16扳回一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袁兴月在这一局中表现抢眼 为球队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四局 顽强拼搏 第四局比赛 中国女排在开局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快速调整 连得4分反超比分 尽管比赛中段 土耳其队将比分追至14比14 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但在23平之后 中国女排连取两分 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第五局 决胜逆转 关键的第五局 蔡兵教练在2比5落后时 率先喊出暂停 要求队员坚决进攻 尽管在6比8落后时 再次暂停 中国队仍然凭借顽强的防守 和关键时刻的进攻 连得3分反超比分 随后 双方胶着至13平后 中国女排凭借出色的防守 率先拿到赛点 并一鼓作气赢下比赛 以16比14 结束了这场跌宕起伏的比赛 赛后 队员们纷纷发表感言 王梦杰表示 这场比赛过程 如同坐过山车 有高潮也有低谷 但最重要的是 全队团结一心 努力完成了这一场冒险 龚翔宇则表示 拿到奥运资格 首先是激动 同时也要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希望在奥运舞台上 发挥出最好的实力 展望未来 继续奋进 结束与土耳其女排的比拼后 中国女排在今年世界联赛 分战赛的征程 只剩下最后一场 对手是另一个强敌波兰女排 尽管已经晋级总决赛 中国女排仍然会全力以赴 争取以最好的状态 迎接接下来的挑战 综上所述 中国女排在此次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香港战的比赛中 以顽强的拼搏精神 和出色的技战术表现 成功逆转世界第一的土耳其女排 取得三连胜并晋级总决赛 这一胜利不仅展示了中国女排的实力和韧性 也为球队积累了宝贵的比赛经验和信心 展望未来 中国女排将在巴黎奥运会的舞台上继续奋勇前行 争取为国家争光 中国女排的每一次胜利 都离不开全队上下的团结协作 和每一位队员的努力拼搏 在未来的比赛中 期待中国女排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在创佳季 为中国排球事业谱写新的辉煌篇章 另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本届女排试联赛中争议最大的球员 飞二传 凋零宇莫属 从国际排联的数据来看 凋零宇的表现位于一流水平 目前 她在二传榜上排名第三 仅有六次失误 然而 从实际观感上看 她的发挥并不够稳定 不仅球迷对她的评价褒贬不一 业内人士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前女排二传 雅典奥运会冠军冯坤 在采访中称赞了凋零宇 认为她的技战术和分配球能力 达到了国内顶尖水平 而另一位前女排国手李颖 则多次指出 凋零宇的传球缺乏力度 需要攻手来弥补 虽然刁铃宇是国家队的常客 自廊平时期便已入队 但她的国际大赛经验相对匮乏 仅在本周期才逆袭成为主力二传 正如冯坤所言 刁铃宇在担任国家队主力二传的第一年 还有很多稚嫩之处 但经过这几年的成长 她在比赛中的表现越来越自如 其实 与其他国家的二传相比 刁铃宇的发挥并不算差 许多二传都会出现与攻手适配的情况 现代排球对速度的追求 使得快速和稳定难以兼容 二者难以兼得 本周期内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二传 能够同时做到快速与稳定 要想快 就必然要舍弃一些稳定性 反之亦然 这取决于主教练对二传风格的要求 此外 刁铃宇是一位高度依赖 一传到位率的二传手 他在二三号位的船球较为灵活 与复攻和接应的配合较好 但在四号位的配合上存在问题 主要原因在于 他的腰腹力量和手指力量不足 导致远距离船球缺乏力度 这也是李颖多次提到 需要主攻来弥补的原因 我们在看到刁铃宇不足之处的同时 也应该看到他的长处 一传到位后 刁铃宇的船球速度 确实能够甩开对方的拦网 使攻守形成一对一或一对1.5的局面 大大提高了得分效率 大家之所以看到刁铃宇的众多不足 与全队一传到位率偏低有关 到位率越低 越容易暴露他的缺点 如果中国女排的船球到位率 提升到2022年世锦赛 或2023年世联赛的水平 再加上主攻线的补强 这支球队仍然很有竞争力 对于大赛经验相对不足的刁铃宇 他应该在比赛中更加大胆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发挥队伍组织核心的作用 排球是一项集体运动 需要各个位置相互弥补 一传差了 二传弥补 二传差了 攻守弥补 这样才能赢得比赛 而不是互相推卸责任 一些相关专业人士评论称 只有团结 中国女排才是最强大的力量 每个位置的球员 都需要相互理解和支持 共同面对挑战 只有在队员们紧密合作 共同努力的情况下 才能发挥出 整个团队的最大潜力 刁铃宇的成长和表现 无疑对球队至关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全队的团结与协作 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下 中国女排 才能继续在国际赛场上 争创佳绩 再次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和无穷的战斗力 团结一新 才能所向披靡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